歡迎大家回到公民廣場 今天開始由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繼續在這裡為大家捍衛言論自由 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這個時間由5時開始到7時 由校TV繼續在這裡跟大家說不同的議題 首先牛好像說有些話要先說 我就停止了去吃 吃了一碗粉 都跟大家說一聲 因為今晚我們要回到民間電台做節目 明晚我們社民營黨慶 所以這兩晚牛都不會留在這裏 後晚會回來 我有一個期盼的 我在這裏住城 但我希望有一天為了我們 這個大器店的開放 我們就在這裏開盤菜營 好嗎 大家做的一件事 就是這幾晚 是不斷call你的朋友 call你這些雙屬的人 去逼爆政府總部 我們的危會就會轉機 交給RTV 擠了一分鐘 好多謝劉哥 首先跟大家說 現在還有絕食人士 包括Fanning 6個 其中Fanning已經絕食了89個小時 已經開始了 另外還有葵聰區議員 周偉雄也絕食了66個小時 另外好像今天開始有新的市民加入 對嗎 對 現在還陸續有六位 你看到Fanning還在那邊 真是很精靈 大家支持你 OK 繼續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 捍衛香港的心價值 這個時間 原本就是公文齊齊說 其實就是邀請了張超雄 張超雄剛剛發了一些 SMS給我 他說他現在還在這個 特惠先生金津貼的會議裡 就在排隊 他排完隊問了Q就會出來 其實今天很多重要的事情 都要先談一談 趁張超雄議員未來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有誰開了電視 或者開了網上去看 今早的IT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有沒有人 或者有沒有人直接在這裡看 有沒有的 有沒有的 覺得蘇錦良怎樣 廢不廢 廢 廢 有沒有見過蘇錦良這麼廢 真的 回歸之後 除了林公公之外 都沒見過一個錄音機 可以錄到這樣的樣子 我覺得林公公高招 他真的被人折到臉上呆了 你今早有沒有看到 今早被人罵 被Q仔在這裡罵的時候 是罵到整個人胸都呆了 我又不會說 又不會拍 又不會拍 那個樣子 我真的從來未見過一個錄音機 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步 不過我們都要讚好今早的Q仔 單刀直戰 我們都忍了很久 我們的心聲 我們都想說很久很久很久 好 好 都現在有最新的消息 告訴大家 劉南光現在就在醫院 情況都檢查穩定之後 他在醫院繼續絕食 我們給點掌聲劉南光 好 聯同 聯同 現在有五位先生 總共合共有八位人士 已經參與這個絕食行動 剛剛沒有說那五位 我在這裡說一次 包括 盧淑英 給點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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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立本先生 袁秀琴女士 羅玉蘭女士 和王杏玲女士 和王杏玲女士 我們開始有些普通的市民 大眾市民已經參與這個絕食的運動 其實大家都開始重視這個項目 我們其實都非常 雖然是一個很不開心的情況下 我們這樣都非常興奮 因為各位市民 真的開始重視這件事件 我們希望 接下來無論是參與絕食也好 接下來這三天 可以參與這個公民廣場活動的市民 開始繼續更加多 叫所有朋友過來 好 現在也都在這個鏡頭面前 向各位看著RTV Show Red 和這個網台聯盟直播的朋友 希望你今晚八點鐘 也都來到這個政府總部公民廣場 參與這個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舉辦的參與自由支持香港集會 我們一直支持到新旗遊 好嗎 好 好 好了 阿芷希 我們真的要說回這個 今早這個廢柴 這個人物的陰機儀勢 對不對 今天今早是特別多廢柴的 除了是局長之外 很多位議員表演得很精彩 是 其中一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中暑筋的樣子 這個舉措 用這個手寫的紙 即是用紙手寫 之後再複印 之後拿出來 給議員去動議和表決 又內已久了 是啊 很多很緊急的動議 基本上做都做不切 第一時間的縮緊手寫 和電腦沒有 這個世界一定有電腦打的 對 然後還要其他不同的議員 提阿鍾樹根 他以為自己很大支 最慘的是 真真正正正隊到最正 提醒他那個不是議員 是我們的大班 對不對 大班到最後 最後就說他 不懂做議員 怎樣 不要做啦 對不對 今早真的 看完這個學務 這個短片 應該在Facebook上在瘋傳 很多個不同的版本 甚至大班說完 鍾樹根來的一個反應 蛤 是啊 鍾樹根是蛤了一下 蛤 之後呢 不斷被人無限走 對 你看看 我們除了這段 我們看到很多新進議員 蔣麗雲 被我們說了幾天 很噁心之餘 今天鍾樹根也是這樣 我們有想而知 我們的議員 究竟在我們議會裏做了甚麼 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是啊 現在就說成立這個委員會 是 去調查這個DBC的停播事件 但是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未成事 還要再過立法會內會和大會才可以通過 但是機會就好像難一點 你看看立法會現在 是不是 這些保皇黨 完全是橫行故意 不需要理你 十不八道 我告訴你死 我說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說沒錯就沒錯 是這樣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今早你看到 黃定光議員那些嘴唸 有 有 是不是 他在欺負大班 不能說話 是啊 很多事情明知他有禁制令 還在屈他說話 那你想怎樣 是不是 之後就在說人浪費時間 喂大哥 你這條這樣的黃定光議員 坐在這個立法會 那這樣的位置多久 很久 十幾年 十幾年 應該是十二年了 沒有錯吧 有錯 有立法會 是會 回歸之後開始 是不是 十六的了 是啊 十六年的議員 是不是 就是做這些事情 可想言之 我們經常在公民社會裡面 和他們糾纏的時候 這些廢柴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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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笑他 笑他 又怕他生氣 對不對 生氣之後真是不知怎樣 要不就罵你 全部都是壞人 掌黎魂這樣罵 你們 有什麼錯 這個有什麼錯 是我們的議員 謙喉忍愛你們 這個嘴唸 我多難受 所以 現在這些嘴唸 延伸到 下午的時段 原本我們打算是給張超雄 是 去講一講一下 究竟 現在議會裡面 這個時間 財委會的會議 講這個特惠的 不是 現在改了名字 這個是 長者生活津貼 是啊 由特惠 生果金 就改了名字 叫做 長者生活津貼 這個這樣的事件 就是 你看到梁振英政府 很喜歡他的這樣的語言藝術 即是發揮到淋漓盡止 其實這個語言藝術 還有一些玄機 因為 如果以前 生果金 就有一些敬老的心意 但去到這個特惠 長者生活津貼 就真的代表幫你養老 其實可以代表什麼 你問我 絕對可以 希望可以拖延 甚至取代 全民退休保障的計劃 一個很危險的事 喂 不只這樣說 你現在這樣的梁振英政府 根本不跟規矩做事 DBC這單已經是其中一個例子 今早大班都說過 如果你真是 履行這個廣播條例 通訊條例的裁決 應該是馬上 即是 蘇錦糧 蘇卡片 就應該馬上收回牌 對不對 我不做 還有看股東解決 喂 21世紀 大哥 我未見過一個官員 是可以 傳訊 即是不斷傳訊 當作是接觸了 即是 喂大哥 你現在有電郵 有fax 對不對 有whatsapp 對 蘇錦糧有whatsapp 蘇錦糧有whatsapp 但他不應 陳茂波也有whatsapp 但他也是不應 對 你這麼多方法 去做這樣的通訊 去告訴別人 或者去接觸這些管理層 都不做 其實今早Q仔罵他很對 他就說 如果比獎 今次是ATV 他真的股權爭拗 不是沒試過 股權爭拗 搞到要停播 沒有節目做 你是不是什麼都不理他 然後叫人去看無線 cable now 你可不可以這樣做 他都敢說 人頭搏糊頭 一定不可能 他自己的聲音都不敢出 他當時 到今天都未回應過這件事 如果是ATV的時候 他會怎樣做 他沒有說過 你很明顯看到 大哥 今天有這個 林公公二世 是反 好像問米一樣 回運 回到這個世上 在這個立法會裏面 就是做了這個能力 其實這樣 局長都於心何忍 都用心良苦 希望跟大家 慶祝一下Halloween 扮民慧客客大家 是 說得遠了 我想說回特惠 所謂長者生活津貼 這件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這個 原本下個星期二 還有一個長者生活津貼的宮廷 這個我有參加 這個 原本 但是 這個張建宗 不跟著Donald 在CY之後 狡猾了 高招了很多 這個和秘書主 出了很久 話說他想今天霸王硬上宮 就是想在今天去表決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一定要在財委會通過 是的 但是 大哥 有幾十萬個團體 原本就是排著隊 想在下個星期二 就這一個長者生活津貼 想著發言 是不是 就是 你知道了 現在香港的市民 在梁振英的政府眼中 就真是 嘩都不能嘩 是的 想著上立法會 說兩句 三分鐘 消消氣也好 發了聲也好 彈球做了 這樣就算了 這個我自己也有親自申請過 這件事我也不知道 突然打我來告訴我 黃先生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的發言者眾多 所以排不到你 是今天 就是昨天說話 所以呢 我要排你再下一次 那下一次什麼時候 不知道應該是下個星期 但是你想想想 喂不是 你星期五財委會過了 你還想退我什麼時候 他說 表決了之後 都可以給意見 我們可能還有很多修改的地方 聽到我都很生氣 他說 表決了之後我還說 你還找我們說什麼 裝什麼叫來諮詢我們 原來開公庭會 你當我們傻的 大哥 就是呢 以前在這個立法會的年代 就算是 保皇黨 在這個議會裡面佔大多數 但是都未玩到 就是這些委員會 或者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都不會玩得那麼過分 對不對 永遠都會等到大家 真的有報名去說話 三分鐘 說完 這樣才會是close file 對不對 你做樣子 說多當 沒聽過都算 就把這件事 丟上去這個 內務委員會 再去立法會表決 或者財委會表決 對不對 現在就不跟規矩的 你原本想著就是在這個通過之前 去給意見 去發出你的聲音 說不定可能 真的會改的 對不對 你知道了 現在這樣的 長者生活津貼 為局理 又是 現在永遠都是這個 先通過後修改 不止這件事 而是 坊間已經說了 你如果 這個申報制度 完全是千瘡百孔 完全是 我用硬膠來 直接有人問過 有議員問過 就說 如果那個兒子 即是把媽媽的錢 給了兒子 那媽媽便沒有錢 那他便可以通過這個資產審查 結果原來是 很簡單的 想通過資產審查 給了別人就可以了 總之我所有資產 樓沒有我的名字 自主那裏還可以 我不知道 我少了十幾萬 便可以了 可以去到這樣 心裡做什麼 不止這件事 張建宗就 在星期六的時間 就說 這個沒問題 這樣都可以拿 這些長者 都可以拿 二千二元的 長者生活津貼 不過 他星期一又回來 繞了 繞了些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 轉移組的資產 是給了可能你的兒子 或者你女兒 到最後 原來都是你用的時候 死火了 原來你就犯法欺騙政府 那怎麼知道 是不是我用 很簡單 去看那個款項的轉移 當然要證明 就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 他有翻兜 就是說 這樣 可能有法律的風險 叫大家想想 哦 即是基本上法律容許 然後拋你 嚇你 嚇過你不敢做 好像自己過骨一樣 這個張建宗 大家記不記得交通津貼 對啊 雙軌制那時候 是 就是 完全沒有雙軌制的時間 有多少 原本他就說 未通過之前 就說有七萬幾個 就業的人士 是可以受惠的 第一年 即是蔣姐 交 不是蔣姐 第一年有七萬人 是可以受惠的 是 知不知道第一年 實施之後有多少人 多少人 現在 萬幾人 少那麼多 七分一 大哥 大哥 完全 由那時候 即是張超雄 不是議會 是 很多的 無論是泛民主派 也好 甚至可能工聯會議員 都說過 是 這個 入交通津貼 沒有雙軌制 受這個交通津貼 受惠的人 就會少很多 我記得黃國興說得很精彩 那時候我記得 到投票之前 黃國興還在議會裏 罵到七彩 但是 你知道這些人 口裡說不 身體十分之勝 對 之後一投票就反對雙軌制 是不是 真是那頭罵完 罵到精精彩彩 看著TVB 說到他多精彩 到一會頭 投犯對票 這個當然沒有賣出去 他是投犯對票的 那所以 即是 即是這個張建宗 哪個朝代 就有那個朝代的風格 即是這些官員 即是我不知道 是否梁振英政府 即是樓下有一個 訓練系統 是不是 幾天之內 就可以搞到 所有的問責官員 都是他那種風格 其實我想他都習慣了 大家 我想他在Donald的時期之內 大家都怕負責 就不出聲 到現在就要死賊 去看看陳茂波 一上來 又不玩 就玩了兩三劑 就搞到自己 什麼面子都不用了 我想都是一個習慣 這個 好像他都未交代 和梁振英一起 都未交代他們 那些什麼前見 他交代早 交代早 說了 我說了你聽就聽 信不信就算了 反正他就信了 但是梁振英還沒有 梁振英說 他入了這個司法程序 梁振英 那種西九單 對 有司法不能說 所以大班大條道理 很多事情 應該不用交代 我不知道他真的 這麼老實 跟大家說完 大家可以看到 有自從 梁振英 上任 百多天 百多天 大家上過街幾多次 有 有 真的問一問大家 我也想 有 誰是 七一之後 有去過 七二九的反國教遊客 有沒有 有 有 對 之後 學民思潮 最少來過兩次 你看一下 多少在場都有 接近二百人 對 全大部分都會舉手 喂 就是 完全欺人太甚 這個特區政府 你要 每個人都要上班 其實真的老實說 每個禮拜都上街 很辛苦 對 對 這位 四五次 我看他好像 由星期一開始 都來這裡 每晚都支持公民廣場的廣播 對 八天 對 八天 其實一百天 裡面有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十幾個禮拜 我們去了八天遊行 上了八天街 幾乎平均是 1.5個禮拜 就已經去一次 已經去嚴重 這樣的地步 仔細你想想 由這個國 國 國文教育 新界東北 長者 鄧偉俊 好了 現在加上後面環團 那些環保團 剛才在門口請願 就是在做這個 農美的發展計劃 對 反對農美 人工沙灘發展計劃 就是 再加上現在 DBC 這個 一個停播 騷擾卡片 灑手令頭 拿兩張卡片遮住眼 這樣做人肉錄音機 唉 唉 香港的自由 是真的要靠大家 你看看這些 這樣的 無賴官員 無賴特首 做了 拿了權力之後 就不理你 對不對 就是 就是擠牙膏式 這樣 去給一些 回應大家的訴求 慢慢跟你說 你要跌跌 說笑 等到你放棄為止 現在 做任何事都是 就是 你夠人多 夠大聲 就捱過去 所以我們不可以 讓香港繼續這樣下去 我們真的要繼續捍衛我們香港 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新聞自由 很多的自由 很多的自由 所以 都在此 都呼籲在 這個 網台 網台 包括RTV 網台聯盟 Soul Red 香港Citizen 和民間電台 聽廣播的你 今晚8點 記得下來 正總公民廣場 參與這個 保衛香港 自由聯盟 搞的 撐自由撐香港集會 我們繼續撐到星期日 總之 大家千萬不要停 因為 今天的政府 不是你站出來 它不會理會你的 你不要想著 有一兩個議員 或一兩個出位的人物 可以幫你講完的事情 去解決 今天年代不同的 十幾萬人上街 它都可以當是沒有到的 怎知道 大佬 就是它可以連 最後那一天 就是這裏 上個星期日 DBC 就是GBC 那群服務委員會 那群人主辦的集會 是 就是 站在外面 都把六條行車線 是吧 最近的這些 就是 對 坐滿了 坐滿了 是 都可以說 都可以說 是吧 所以 這個TVB 就出現了 接近一百人的數目 他說 我們那三天集會 頭兩天 坐的人上去 接近一百人 就是 有沒有搞錯 哇 然後呢 其實有時候 公民是否我們沒事做 不是 接著那天 星期六 它出道接近一百人的時候 我沒有停手 我們呼籲所有群眾 一天一信 只在街坊上 發通訊板 接著 最後那天 星期日 死口也要說 那大家看到了 大班 看到大班繼續在 大家支持你 大家支持你 我們沒有停過了 支持大班 喂 支持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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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除了支持大班 我們更加支持 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要捍衛我們的香港 大班是我們的象徵 我們要支持的是 我們一起要支持香港 撐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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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子喜 說到 說到那麼多 這些特區 由梁振英開始 的怨氣 就是 什麼都未停過 還有 現在剛剛說 我們還未完 這個長者生活 還未完 現在他這樣看過世 因為情文文建聯 開始被大家的聲音下怕了 上屬殺 最無恥的政黨 是 是 之前有死的這個批 現在想有機會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一個星期來談一談 即是再拖去下一次的財委會 是 可能會參與這個 這個杯葛今次今日表決的公義 喂 不止的 你知道這些 除了這個文建聯之外 是 還有工聯會 是 夠膽死就是 看到民意 鋪鋪都是工聯會這些 建功洗你 哇 工聯會這個我一定要和他清算 大家看著陳婉嫻 我在這裡宣傳 對著全個全香港的亡民 我說清楚 你說 你說反對私產審查 你做不要緊 我支持你 你做到底 你不要到時候投棄權票 然後說我反對 警告你陳婉嫻 我深的工聯會 拜託你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我們全世界看著你 我們全香港的市民一起看著他 究竟你是投反對票證棄權 是 這些工聯會 他現在就 動議 就是 終止 這個 待續辯論 是 希望 就是可以有更加多的時間 去 比 未投 好像阿子喜 又或者其他民間團體 未在這個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 講話 就希望可以讓他們講話 據說還有50個團體 因為我和秘書處了很久 是的 還有50個團體 我打算可以延續到下個星期二 是的 星期一 我收到通知了 星期一 星期二就付諸表決 沒錯 星期二表決 即是自從張20元做了 這個 是不是 做了財委會主席 做了財委會主席之後 就強行開個特別財委會 就是想著星期二過去就算了 是的 想著去試一下 快刀斬亂馬 他說話都不用大家說 我們一定要好好地監視 我們議員和政府 就是 這些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搞錯 我已經 我們 現在看台上 已經罵了這個 這個 莫氏民意 莫氏公聽會 制度 的 議員 很多 很多次 但是 想不到 這個政府 就是張建宗 他聽到說 工聯會 打算開始這個 終止代族辯論 即是這個議案的時候 他就說了 哇 這樣做 不行的 會是 很多長者 不能即時受惠 可能追溯期會更加短 你遲通過 追溯期就更短了 這些 這些議員 月圓 以這些語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好像很熟悉 記不記得上次說 生果金 增加到一千元的時候 我們 Donald說過些什麼 他說 計了一條很長的數 給大家 說什麼 我們三十六年後 如果增加一千元 香港會倒的 哇 很大數目 香港玩完的 會頂不住 會破產 今天怎樣 一千元不夠 人家差一個要二千 一個要三千元 不是這樣嗎 那條數完全不是這樣計 好像你的官員的人工 比那些生果金更高 對不對 到最後 又是一條 不知道要解決所有事情 有時候說 我不是很贊成暴力 你說要搭他 扔機 其實我真的不想 但是你問我 今天他這樣的嘴唸 我告訴你死 大家還可以怎麼做 你教我 我不想餓 我們不想吵 你以為我們每天坐在正中部 很開心很興奮 是不是 很辛苦 日曬雨淋 特地走過來 放工 剛好放學 赤卡扣過來 很輕鬆 政府逼我們 我們不想 是啊 紫希 你說起下雨 這幾天天氣都可能會不穩定 所以 都提一提各位 如果真是 繼續來這個正種集會的話 記得戴定雨具 是的 我們要在此持續抗爭 千萬不要停 不要因為下雨 就這樣縮開它 便宜了它 不過我覺得 天開眼的 天右眼的 我在第二道 剛剛九龍區過來 還倒水的倒 我一來到金鐘 就冒雨 對嗎 所以 我們現在都接近休息時間了 希望 還有一次 和各位網台 包括RTV 網台聯盟 HKCITIZEN 和民間電台的朋友 如果你在看我們的網絡轉播 和直播的話 希望你聽到這個呼籲 不要怕風雨 不怕風雨 我們兩真英都不怕 怕什麼風雨 是嗎 所以希望大家 都來到 今晚八點 來到這個 由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舉辦的 撐自由 撐香港的集會 由八點鐘開始 大家不要想 不要再坐在電視機 或者電腦旁邊 立即過來 最多今晚 齊齊在這裡吃包 對嗎 好 我們真的要休息一會 我也要打電話給張超雄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談 今天我們立法會的議程 好嗎 好 歡迎大家回到公民廣場 的現場 我們繼續 撐言論自由 撐香港 好 在我身邊 剛剛來了 就是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 好 大家好 張超雄 剛才在議會裡面 跟政府 和保安黨議員 周旋 究竟這個 長者生活 進協 搞成怎樣 大家都知道 剛才我們也說過 政府 現在工聯會 打算搞中止會議辯論 其實這個情況是怎樣 在裡面 是 日日都要和政府打仗 哈哈 你不是要這樣 但是這個政府 逼到你 是要和他打仗為止的 本來 一個給長者 一個 無論你叫他什麼都好 其實最初 就叫特畏生果金 以一個生果金 敬老的形式 給長者 那就好 這個梁振英 他一上來 又轉 名字都轉 又 勁老 就轉做扶棒 做一個 這個叫做 長者生活津貼 又要資產審查 不僅65至69歲 要資產審查 連70歲以上 都要資產審查 我們對於這個資產審查 相當反感 本來 他作為一個中途方案 就是說 我現在先給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老人家 然後他遲些 我們會有一個 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 我們是覺得 沒有問題 可以和他談的 但是他完全沒有計劃的 他現在這個方案 就完全寸步不讓 就算 我想大家都有留意到 即是有不同的政黨 都有一些要求 無論是我們 即是工黨 就站得比較 最出 我們說 全部撤銷這個資產審查 五年來 是過渡到一個 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 這個制度 我如果有時間 一會再解釋一下 為何這個制度 是會對香港人好 但是 有不同的政黨 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叫他撤銷 70歲以上的資產審查 有些又叫他 將資產審查的上限調高 有30萬 有50萬 有多少等等 但怎樣都好 他這個資產審查 真的引起很多分化 你說如果 他有很多長者 有幾十萬 其實 你叫他怎樣 即是資產轉移 還是不轉移 其實十幾萬 老人家的 棺材館 都給鵪位幾錢 鵪位 鵪位都不夠 有二十幾萬 現在很普通 都要過十萬 就是 如果有什麼 頭暈新興 現在你知道 那些藥費多貴 很多藥費 是要自己付的 很多心臟病 很多光泥的藥物 都是自費的 如果做手術 很多這些 亦都是自費的 手術儀器 好像那個 通波仔 通波仔 那條血管 那條網管 那些是幾萬一個 幾萬元一個 那些 四萬元一個 那你分分鐘不是做手術 很多時候 幾度要支架 那你分分鐘是說 二三十萬一個 只是儀器的手術 都不出奇 那你說 你逼到那些老人家 怎樣呢 那我們現在就希望 爭取有些空間 跟政府去討論這件事 但是你知政府霸道得怎樣呢 那我們十月十日 才宣誓就職 政府呢 十月二十六號 就拿上來 即是今天呢 就說要拿上來財委會通過 那其實立法會的運作是怎樣呢 十月宣誓之後呢 就開始成立一些事務委員會 選舉政府主席 那大家都有聽到啦 即是現在建制派呢 霸著那些位置 三十六個 那OK 那裏另外一個問題啦 但是正式的會議呢 通常十一月才開始 但是它十月就要上來啦 那正常的渠道呢 就是當有個方案上來的時候呢 有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呢 在那裏討論了先 討論的過程 亦都往往接受公眾的一些的 諮詢啦 他們表達意見 所以我們會舉辦公聽會的 那好啦 我們福利事務委員會呢 已經是差不多 強行來 本來十月沒有會的 我們十月一 對不起 星期一 就二十二號 已經開了一個特別會議 加開 加開 談了三個鐘 然後昨天 又特意舉辦一個公聽會 又是加開的 又三個多鐘 那已經加了兩個會 但是有九十幾個團體來要說話 那昨天呢 就有大概四十個團體來了 然後下星期一 又再開三個半鐘頭 是 公聽會 那你說啦 就是它現在知道我 因為入了一個中止代族的動議 那今天呢 我向大家報告一下呢 剛剛呢 這個中止代族的動議呢 就是通過了的 那所以政府呢 就不可以 今天拿這個方案上來呢 是被裁委會去批准或者是否決 即是今天講都不給講了 講都不給講了 那就停了 那我剛剛開完那個會 但是呢 本來根據議事規則呢 如果一個中止代族的動議是獲通過呢 政府就要再拿上來 是 再拿上來呢 是需要五天的通知期 這個最短的 那為什麼可以又下個星期一 又星期二又表決星期二 是呀 所以這裡就是它又再矛了 是 它本來就不能夠再在五天內拿上來 是 但是政府事先已經和我們的財委會主席 張宇人 就是好像已經打龍通了 就說我下星期二又再拿上來 那麼呢 在議事規則裏面呢 財委會主席的確有一個詳情權 是可以呢 是免除那五天的通知期 不過張宇人呢 自己又不想什麼 那麼他 我相信也都看不到這件事有什麼迫切 就是 下星期二的財委會怎樣開呢 各位 是要由 晚上六點半開到八點半 然後再九點鐘開到晚上十一點 哇 你說為什麼 因為是星期二有其他的事務委員 是 是一直開 全日開到六點半的 是 然後他再繼續來多四個鐘 是 即是現在有什麼死人嵌柳這麼厲害 是非要星期二過不可呢 那根本就完全沒有這個迫切成 剛才 張宇人呢 就說 這樣 我又不想用這個詳情權 如果他不用詳情權呢 本來呢 其實 政府就不可以星期二再拿上來 但是講講一下呢 張宇人就說 那我不如將這個詳情權交給大家 大家表決一下 哦 那我全都給大家 那你一表決就死硬了 對 建制派的投票的數目 他們佔多數 那我們就輸硬了 所以我們剛才在裡面又力抗 就說不行的 你這個這樣的 第一我們終止代族的動議已經過了 第二呢 這件事就已經講完了 第二呢 根據議事規則 這件事講完了之後呢 政府要有文件上來 說重新啟動這個議程 才可以再討論 現在連議程 連文件都沒有 根本就連談都不需要談 那所以剛才我們呢 也都在這裡 力抗了之後呢 就沒有投票了 那現在呢 就是暫時 是這麼安排 那這個星期二開不開會談呢 現在還未知 是 待會再繼續 還未知 因為 現在通了水了 政府知道要第二份文件上來了 但是如果那份文件上來之後呢 理論上 根據議事規則 財委會主席 即是張宇仁呢 仍然可以運用他的酌情權 是批准 不需要五天的通知期 不過說真的 搞那麼久 我想你們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即是 不斷是說用程序來玩 我們沒有興趣跟他玩 有法不依 又利用法律 不斷在這裡走來走去 然後又硬來想 每次都可以這樣 好像 他就是沒有規沒有改 這一屆政府是完全不守規矩的 由他未上任開始 趕著推這個司長的改組之外 整個政府單是改組之後 一直到以來 所有方案都好像是這樣 對 他的作風就是 他數夠票 如果贏的 他就要去到盡 其實只是操控立法會的投票機制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遊戲 他不是專門的 人多欺人少 對不對 即是明知道他手多 對不對 就排了陣 在那裏 一講一下表決 那你真是 都不知道怎樣 即是我們要捍衛的 就是一個基本的程序公然 我們要捍衛的 就是立法會那個 還有一個監察的角色 有一個尊嚴 還有立法會是有一個平台 是要給公眾上來 要表達意見 是 你不可以說公眾上來 都未表達意見 我們已經拿了上去投票 這個是對市民的很尊重 是 他叫我們表完事後才再給意見 就是 就是 可以這樣 他根本就沒有興趣聽市民的聲音 他根本就沒有興趣聽民意 我們說了是這樣就這樣 你看到他現在 這件事我相信他想著得到民意 因為他派錢 是 派堂一定支持 你妨礙我的 就誰都死 我理你都傻 寸步不讓 我記得他選舉的時候 好像不是這樣說 好像說 這個 這個是每人二千億 是給了所有老人家 沒有那麼多限制 沒有那麼多機格 就是 就是 不是扶貧的 我們說 扶貧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你真的這麼關心長者 你給我們充分的空間 我們去討論 不過你可以追溯到 十月一號 你可以有個追溯期 追溯期沒有人限制你的 於是你猜 局長怎麼說 局局長就說 我們要有財政紀律 我們最多是追到同一個月 不過我們剛剛找到新聞講 在7月5號的明報 7月6號的明報 是 就報道了林鄭月娥 7月5號說 她說 她們扔這個特惠三國金上來 不排除追溯期 去回7月1號 去回7月1號 即是她當時 她喜歡 就可以追溯到回7月1號 現在她不喜歡 就說不行 我們追溯不到 我們財政紀律 喜歡就有法不依 不喜歡就不用規規限制 我想怎樣就怎樣 她玩了 即是搬龍門架 是吧 完全是不講道理 總是要到最後 弄壞臉 才肯 真的坐下談 不知道今早 公公婆婆 在宮廷會 這麼偉案 即是完全欺騙我們 所有老人家 是啊 講回內容 因為我也想跟大家 講回一些數字 是 現在政府就猛地說 我們給一個全民的退休保障 實在負擔不起 現在民間的方案 就說所有65歲以上的老人家 都可以有三千元 我們不夠錢給 很大件事 很多錢要給 幾百億 我跟大家計算 現在政府擺在老人家的綜援金 以及擺在生果金那裡 有一百五十億 一年 一年是一百五十億 現在它建議的這個特惠生果金 它叫做長者生活津貼 六十二億 加起來已經是二百一十幾億了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將六十五歲以上 現在有九十八萬 我當正它是一百萬這樣計 每人每個月三千元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億 現在我們已經準備給二百幾億了 我們就算每人給 現在那個方案是二千二百而已 就算每人給足三千元一個月 都是三百六十億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香港的打工子女 現在每年供款給強積金 去年是供了四百二十億 一年四百二十億 我們一年裏面給的行政費 你知道多少 去年是六十六億 六十六億 我們供款下去就是四百二十億 給他們的中間分佬抽水 就六十六億 而這個六十六億 大概每年以七億的數目去增加 五年之內 我們強積金的行政費 將會過百億 一年了 一年會過百億 而且現在很多強積金的基金 是虧的 對不對 有誰的強積金賺得很厲害 賺得很厲害 賺得很多錢 大家都是虧的 包括我都在虧 我也在虧 不知道看到 看到多少 過去五年 根據消委會的報告 百分之四十五的基金 是建雄的 是虧的 即是你有一半機會 我不知道你買來 閣下買來 我就放棄了 我也不想看 我就是強積金 好恐怖 這樣 其實我們是給錢 別人賺 賺完之後 我們養老金 給別人玩 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 根本是強積金 我們香港市民 每年貢獻四百多億 這個數字繼續上 對 我們存了十二年 資產已經接近四千億 我不要計那四千億 只是我們拿去強積金那筆錢 不要給人吃 我們只是這樣去 那裏四百多億 拿完那筆錢 所有老人家 每人有三千元 我們都分不完 那筆錢 你想想 其實是不是香港真的 沒有能力 去給一個全民的退休保障呢 那其實可不可以給一個建議 比如說 如果你們立場而言 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怎樣和現在這個強積金 可以做一個合併 或者轉型 絕對是一個合併 所以民間的意見 就是說 喂 你強積金 就是這樣搞 其實是穩定的 是 你回報低 行政費高 我們比全世界都零射高 我們不如不要給它吃 民間的方案是很保守的 將強積金的一半撥出來 然後呢 就將現在政府 放入老人家的錢 融下去 就是老人家的綜援 和生果金融下去 其實本來在十幾年前 這三塊錢融掉 已經夠了 不過過去十幾年 政府不斷拖 人口的年齡結構開始改變 現在我們計過一條數 政府是要擺五百億的總子基金 然後再加上盈利超過一千萬的企業 每年的利得稅是加1.9% 這樣就可以維持 未來就算我們人口高峰期 都可以負擔到 每人有三千元的退休金 這個是經過精算計算出來的 這個精算的 港大的教授 真是他退休了 而且連過了新的 就是我們民間那些方案 我們過去爭取了十幾年 我們很多的參與者 過了新 這個做了十年左右 就強積金 講到過新 是啊 所以你說幾可悲 不要以為這個這樣 純粹是引起負擔 其實對於現在年青一代 都立即對它有個好處 因為他們都有個公養父母的責任 如果他們的父母 每個人都每個月得到三千元的支援 其實對他們年青一代的壓力都減少了 當然到他老的時候 他自己也享用這個退休金 其實全世界的先進國家都在走 有些經濟學者就跟我說 如果香港行全民退休保障 我會第一個移民 我就問他你去哪個國家 我肯定寫包單 你去那個國家是有全民退休保障 亞魯亞濤也有 亞魯亞濤也有 真是我想住的地方 其實我也想問他 現在既然是這樣 現在下個星期表決 他總議員說對 他拼咪 可能下星期二應該做不到 他也自己哄 是 但是接下來工聯會一張走人 那麼你們議員們 應該會這樣繼續爭取 或者我們市民應該做什麼呢 我想第一 仍然要逼他取消這個資產審查 這個資產審查 真的令很多老人家很豐富 就是你懲罰一些有少少積蓄的人 也是一個很畸形的現象 你會發覺 譬如說 我在之前的會議都舉了一個例 譬如我 是有一個自住的物業 我這層樓可能值一千萬 那不算 是 我現在譬如說 有一百萬的積蓄 那我不符合 我今天轉移了八十二萬給我的兒子 給了一個兒子 給了一個兒子 那我的資產就低於十八萬六 他明天每個月給我兩萬元 我每個月就花兩萬元 所以這個資產審查 我可以拿到這二千二元 即是多餘的 你會玩的 那經常浪費很多行政的費用 那我還在做甚麼 就是 你逼一些老人家這樣轉來轉去 譬如說 如果女老公婆是吵架的 但是她是一起計 那你就慘了 即是沒有拿錢 如果是女士就很慘了 我們時間有限 因為這個 它是一個很仔細的項目 其實中共有很多時間解釋 那她也要回去議會繼續 跟這些保皇黨的議員一起搏鬥 搏鬥 打仗 那我多口問一句 現在泛民的議員的立場是否一致 現在都不是一致 都有個別 是說不介意資產審查 那如果星期二表決 去選表決的時候 那你泛民議員的立場不一致 投票結果可能真的很特別 未必做到我們想做的 其實是很難 我真的不明白 老實說 如果你要多爭取 你一定要給你反對的聲音 你每次政府都說 我們支持不支持 那你能夠爭取到甚麼 好的 那我們辛苦了 超級議員 謝謝 要趕上議會開會 剛才真的閃下來 謝謝大家 好…繼續努力 好…回去 我們不會緣的 我們繼續支持 我們支持所有 我們在裡面幫助我們的議員 好…謝謝你… 謝謝你… 好… 在下一個… 謝謝張超雄 謝謝… 是… 好… 好… 在下一個節目 就會由這個… 長毛、梁國雄 和這個… 黃偉國、Benson 一起主持的向左忙 對了… Benson來了 Benson來了 一會兒可以上… 一會兒我們上一上來 好… 希望… 現在大家在網上… 看著RTV… Show Red… 網台聯盟… Hong Kong Citizen 和聽著民間電台的你 今晚8時 來到這個正總公民廣場 參與又保衛香港自由聯盟舉辦的 撐自由、撐香港集會 今晚8時等你 對呀…你呀… 不要看了 過來吧… 我們正在等你了 我們跟他們說一聲 叫你一齊過來好不好 好… 一齊過來吧 好… 好… 待會兒休息回來 有長毛、Benson向左忙 好… 休息一會兒 謝謝大家